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杨阳。 最新杂志穿红衬衫黑领带,女子的油腻脸是她的最爱。 杨阳最近因发布新故事而被网友批评。 她美丽,阳光的形象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大家眼中,她成为了胖子的直接代表,但这些抱怨并没有对杨阳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她最近出现在时尚八杀八月号的封面上,身穿红色衬衫。 杨阳在镜头前依然美丽,这就是女子喜欢的脸。 依杨阳最新大片,这个造型最受女子喜爱。 此次,杨阳登上时尚八杀八月号,也是她的第五期。 虽然她的故事发生了转折。 但这并没有影响杨阳在时尚界的地位, 大片封面上杨阳身穿红衬衫,黑领带,女子很喜欢。 在此前的宝格丽晚宴上,杨阳被众多女子包围。 当时大家开玩笑说那是当地最大的商店。 女子还因为杨阳买下了所有漂亮的珠宝,也是因为这件事,所以杨阳在女子的圈子里很受欢迎。 至于这部大片,虽然还有很多造型和拍摄被大家吐槽的地方。 但不得不说,这次杨阳大片的销量应该还可以。 2、杨阳穿黑色,比较顺眼。 杨阳在这张大片封面上穿的红色衬衫和黑色领带仍然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 有的感觉非常明显,但她在杂志上的衣服更多是黑色的衣服。 这种颜色比红色好看多了。 全身黑色的穿搭让杨阳更加有活力、帅气。 长纸桶连衣裙直接穿在上半身。 夹克的领子直接展示了杨阳的脸型和肌肉线条,让她更加帅气。 有些是男性。 比赛中,杨阳被大家拍到卫视频做假肩膀。 其实仔细看她的身材的话,她的身材非常好。 应该有的肌肉线条非常明显。 她不需要假肩来强调起两门设计。 这一次,杨阳的水平也再次上升。 无论是在之前的花嫂综艺还是在这个故事中。 杨阳都显得比她的官方身高矮。 与眼睛相比,等于175厘米。 不过杨阳真的很喜欢这种大片风格的杨阳。 长裙的长度直接遮住了大部分腿部线条。 搭配黑色,显得更高。 为什么? 标本应约为180厘米。 事实上,杨阳虽然个子不是很高, 但最大的问题是她的身材。 穿衬衫和裤子的时候。 杨阳的腿看起来很短,上半身很长,而且腰还很大, 所以当她穿这套没有腰的两件套时, 侧面的扩形会让她变矮和更大的身体。 情况会更糟。 不过看杨阳这次的照片, 因为她的衣服是外套配裤子, 外套的长度只能遮住腰部和臀部。 只有部分小腿线条露出来,所以图片很多。 良好的变化感可以说是一件增力防弱的极好服装。 继续发酬。